薛定谔的猫大家都听过吧 这个理论是由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 他设计了一个盒子 里面的东西有一定概率会释放氢化物 如果把猫放进去 那么有一定概率猫会被毒死 但是我们只有打开箱子才知道这只猫是死是活 那么我们在打开箱子之前 这只猫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同时处于死和活的状态 他用这个设想解释了量子世界里面粒子的不确定现象 好那么让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这个实验 让我们演示一下这个实验 演示一下这个实验 试验证明猫是不可能被放进盒子里的 所以薛定谔是错的 大家好我是一名摄影师 但我不是摄影师 我用相机创作 我也不用相机创作 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 我同时拥有两种状态 只有你在打开盒子进行观测的时候 才能看到我的真面目 这就是摄影师的量子叠加态 要解释清楚这一现象 我们得从古时候所记 1960年 艺术的火种 波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艺术家们开始用相机 记录他们的作品和表演 意料之外的是 这些用来记录艺术品的照片 自己产生了灵魂 比如说Alfred拍摄了 Masal Dussam的一个艺术品 一个小便池 之后原始的小便池丢失了 但那张照片依旧存在 并且成为了艺术品 一张记录艺术品的照片 可以变成艺术品 照这个逻辑 我只是要端上相机 跑到艺术馆里 劈里啪啪啪拍一桶 那我也就成了摄影艺术家 然后某个画师 再对着照片临摹一桶 他的画也成了艺术品 然后我再掏出相机 对着他的画拍一桶 机智 你以为我刚刚讲的是个笑话吗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人去这样做了 并且在一系列的套娃中 表达了某个观点 那说不定创造出来的真的是艺术 观点艺术强调艺术家的想法 艺术品本身不需要华丽的形式 能传达观点就好 比如说有个叫皮耶罗曼佐尼的艺术家 制作了90个罐头 里面装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罐头的标签上写着 咚咚咚咚 艺术家的屎 有30克 而且还按照黄金的价格来卖 可能你会很疑惑 为什么要买大便 艺术家的大便难道更好吃 很显然 他不是真的在卖自己的大便 而是在贩卖一个观点 好吃 这个罐头可以让我立刻联想到薛丁岳的猫 在打开盒子之前 我们不知道猫的死活 在打开罐头之前 我们也不知道 这罐头里装的倒是屎 还是别的东西 这位艺术家给大家打了一个谜 诱惑收藏者打开一看究竟 但一旦打开了 谜底揭开了 观点没有了 罐头 也就变得一文不值 以上 就是观念艺术 正在传达观点 手段和形式并不重要 观念摄影源于观念艺术 目的都一样 都是为了提出观点 只不过观念摄影 主要是通过摄影的手段 来达到这一目的 和其他的摄影形式不同 观念摄影 不需要尊重事实 高端的器材 高超的技术 都不是必需品 画质好坏 虚化多少 模特好看与否 都不是决定要素 只要你在作品中 呈现了某种 强烈的观点 那就是成功的观念摄影 作为一个定义 很宽容的摄影类别 观念摄影也包含了 很多国内的新锐摄影 这么一说 观念摄影很简单 表达观点即可 拍得烂也可以嘛 反正作者可以说 我拍得烂 因为我不是摄影师 我是艺术家 不好意思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不容否认的是 任何一个流派 尤其是强调观点 和创意的流派 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不追求表现手法 能把观点讲清楚 就不错了 等流派成熟了 就要学会 怎么把观点讲漂亮 就像原始社会盖房子 能遮风挡雨就行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 咱们不仅仅需要 房子能够遮风挡雨 还要结实 宽敞 明亮 卫生 观念摄影这个名词 自诞生至今 已有60多年历史 而这个概念 早在摄影诞生之初 就被各种艺术家 不断的实践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理由 在表现力上偷懒 既然给自己扣了 摄影的帽子 那就请把摄影师的工作做好 我们可以说 观念摄影 给了摄影师很多的选择 我们可以在风景 计时 人像等等 任何一个类别中 表达观点 作品可以是拍摄的实景 也可以是布置过的场景 还可以后期 无约无数的修图 简而言之 为所欲为 但是现在的观念摄影 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观点 同样需要 表达观点的手段 我们可以研究历史 欣赏历史 但是不能让历史倒退 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课程 这一课是 观念摄影系列课的第一课 也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个 简单的科普 下一课 我们将继续探讨 观念摄影的创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